第十二屆KKBOX風雲榜上週精彩落幕了 而且我們這次這麼多風雲歌手 在現場演唱這麼多高點播量的一些單曲 相信大家也是意猶未盡 之後也會有很多精彩的花絮 在我們KKBOX官網上面大家要記得鎖定喔 接下來就要看看我們本週的 KKBOX 華語新歌排行榜 第十名到第七名 第十名是 不關你的事來自831 第九名是我愛的人不愛我 來自張志誠 志誠哥 終於發行新專輯第九章囉 所以他一發片他的好朋友梁靜茹克群 都紛紛有幫他站台 那最近他也有在玩一個 修圖軟體請看 這根本是言情小說 總裁請愛我 所以我也做了一張美圖修修請看 這個也是言情小說的封面 叫總裁遇到鬼 我就是那一隻鬼 第八名就改天來自葛仲山 這首歌非常的有意思 那他是為了紀念這十五年前 因為意外過世的高中好友 所以寫下了這首歌 然後真摯的歌詞 讓很多網友都一起跟他感動 也看到MISCO比較為外人不知道的一面 那也希望他在台灣 找到他喜歡吃的披薩 OK 第七名 乾啦 乾啦 八三妖 上次這首歌好可怕 因為乾啦 讓我就醉啦 醉啦 哎呀恭喜他們啦 不過MV上線了 非常有古早味 他就在網路上說 各位網友喜歡MV裡面的哪一幕 有些人就喜歡拖鞋當電話 也有些人喜歡八三妖的主唱 變成五月天的阿戲 你看過了嗎 趕快去看看這個MV喔 接下來就讓我們看看 KKBUS歡迎新歌排行榜 第六名到第四名 第六名是很愛過一個人 來自叮噹 第五名 皇后區的皇后 葛仲山 第四名呢 是來自我們Eric周星哲 愛在身邊 最近他真的太開心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蕭敬成在夢想的聲音 重新詮釋他的 以後別做朋友 連JJ 林俊傑都說 你唱哭了我 如果有歌被蕭敬騰翻唱之後 那真的就是人生重來 好希望那個蕭老大可以唱一下 Gunzalus Don't Stop Yeah 應該不可能 好吧 接下來讓我們看看 KKBUS歡迎新歌排行榜 第三名到第一名 第三名 光年之外 鄧紫棋 第二名 我們要恭喜客群啦 孤獨是會上癮的 孤獨是會上癮的 繼上次呢 有晶晶的Unboxing之後 這一次呢 客群直接去上了晶晶的節目 在上面呢 還有音樂的合作哦 而晶晶也有示範 人生超幽默的英文怎麼講 人生超幽默的話 應該怎麼講他的英文 人生很幽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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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二十大單曲 大家過年期間記得 一定要鎖定KKBOX哦 本週KKBOX 華語新歌排行榜 前十名 請看 下風回後的這些那些 才是考驗